说到周立波这个名字,应该没多少人不知道,他出生在上海,祖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,还派亲口创始人,主持人,演员,2009年被评为CNN年度亚洲最具影响力人物,在事业上可谓是风光无限,可他的婚姻可是一波三折,曾经爱上比自己大六岁的张杰,不曾想却受到张杰父母的坚决反对,最后两人顶着父母的压力结了婚,两人最终没有走到最后,结婚两年后协议离婚。 周立波与前妻离婚后再一次偶然的机会,认识了现在妻子胡杰,周立波老婆胡杰背景很深,26岁白手起家,资产雄厚,豪车别墅无数,和周立波在2008年的一次旅游中认识,周立波对胡杰一见钟情,用自己的三岁不爱之舌终于成功地追到了胡杰,但是胡杰还送给周立波一辆宝石捷,胡杰也是一位端庄大方,有兇养的大家闺秀一般,骨子里透出来的优雅,两人结婚后也是非常的恩爱, 结婚后胡杰也把自己的企业让家里人打理,自己也做起了全居太太,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,今日周立波和胡杰一同现身,胡杰身穿百万旗袍,很自然的笑容,气质高贵,一般人也只能看看罢了,网友称,已经衣服一百万,真正的土豪呀。